因此我們在這個獎次呢 我們安排了資策會科法所的 施品安市組長 來為各位分享 品牌企業 拓銷海外的風險 請看聽 我們歡迎市組長 公益局的記證 然後還有那個品牌計畫的處長 以及各位就是在座先禁大家早 應該是午安了啦 那 我每次要上台講 我都會非常緊張 因為只要是跟品牌的掛在一起 我首先就要先做一個抱歉 因為我們的簡報 絕對是不太好看 大家應該知道我們是公版嘛 所以絕對不太可能好看 那今天我想 就是夾載在這麼多 厲害的品牌顧問的公司裡面 去演講這一場 跟法律有關的東西 我們會用一些 比較是偏向案例的方式 我希望今天大家 目的是只有一個 大家不會睡著 然後你要記得 你以後在拓展海外的時候 要注意哪些事項 那我先簡單介紹一下 就是資策會科法所 因為我在這裡八年 那每次就是到廠商那 如果是新廠商都會問說 欸你們是資訊科技業啊 我說對 資策會是在做資訊科技 那下面有一個是在做法律的 那就是科法所 那下面有五個中心 那我們這個中心主要就是在做 智慧安全的一些保護跟推動 那所以就是我們在執行 品牌台灣發展計畫 所以在這一塊也會做一些分享哦 那這只是讓大家看一下 就是其實會有不同產業別 因為其實我們早期也都會有很多 廠商說 是不是只有資訊科技業 才會有法律的問題 才會有制裁的問題 但是我相信其實從101年一直到現在 其實大家都會有一些概念 其實品牌發展商標 就是很主要的環節 那是不是每一個品牌 其實都會有他自己的商標 其實也都會有不同的問題哦 所以其實不管是醫藥名聲啊 或是傳統製造業 食品業等等 都可能會有這樣子的狀況 那我們今天主要分三大塊 我就直接切入正題哦 因為其實我們在推動的過程裡面 常常會有企業問我們 品牌跟智慧安全真的有關係嗎 那我想就是很多人都覺得沒關係 除非通常是老闆有痛過 痛過就會說有關係這樣子 那我們就互動一下 大家猜一下如果今天是一個 就一般的黑色膠框的眼鏡 就是一般的黑色膠框眼鏡 大家覺得多少錢 好謝謝199 有其他答案嗎 好那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時候是多少錢 我想女士應該會比較有感覺啦 就是我每次在講 我都會偏女生的品牌 因為我自己本身就比較喜歡這些東西 好謝謝處長 就加了好幾倍了 那我們來看看 就是左邊就是膠框的 從199到300多都差不多啦 那再來是如果是Chenel 可能就要25000多 那我不曉得大家看到這個感覺是什麼 就是當然我們今天 我們的場次不是來講品牌 我們來講的是說就是 今天你的品牌做起來了 那你要怎麼樣去獨佔它 要怎麼樣去保護它 那這時候我們就講說 這樣子大家可以去訪嗎 第一個我們就知道 Oh sorry 第一個我們可不可以訪Logo 不行嘛 因為大家都知道還有註冊 那甚至就有人問我們說 那如果我今天的外觀造型很特別 但是我沒有Logo的情況下 那可不可以去做保護 其實是可以的喔 就如果你今天的外觀造型 它是有一些新穎性的 你是可以用設計專利去保護它 所以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聽過 Apple之前跟三星在打的時候 其實很很常講的 反正是設計專利這一塊喔 OK好 那我們今天不講法條 那我們就用一個可口可樂的例子 來讓大家有一點概念說 今天智慧財產權到底包含了什麼 第一個是 大家有沒有想過飲料配方 可以怎麼去保護它 我們台灣廠商應該也蠻多配方的嘛 那一個就是 對 營業秘密的部分 那大家可能覺得這很抽象 但是我想最近如果大家看新聞 應該看到很多 尤其是竹科啊 甚至其實之前葡萄王 神技那些產業 其實都有一些營業秘密的問題喔 那再來是Logo 我想大家比較知道的就是商標 再來是製造的技術 就是我剛看到其實有很多是B2B的工業型的品牌 那其實在這一塊在技術面 其實可不可以去做布局保護 其實可以的喔 尤其是早期我們台灣的廠商 其實從代工起家 那慢慢的要走向品牌的時候 你其實自己的技術的獨特性 壟斷性 其實這件事情就會變得重要 那再來是原創的部分 我相信大家可以看到 像我們剛剛看到一系列的品牌的設計啊 像威樂三舊的這些設計啊 其實它都有很多原創性的部分在裡面 它其實是可以被著作權去保護它的喔 也就是它本身的創作本身 那再來是應用物體的設計 這就是我們剛剛前面講到的 今天一個外觀造型 它非常的特別 那如果不放LOGO 別人就是仿冒你 就是LOGO沒有放 但是長得一模一樣 可不可以去保護 其實是有可能的喔 它是可以用設計專利權去保護它的 好 那我看到大家有在造 所以我就會停一下下 那我們就接著可以往下 那我們就知道說 品牌跟制裁好像有一點關係了 那我們就來看看說 就是在這過程裡面 可能會遇到什麼樣子的風險喔 那這也是從其實 101年開始在執行 品牌台灣發展計畫過程裡面 其實我們一路上在輔導廠商 其實我們彙整起來 大家簡單記的話 我們就是分三點來記 第一塊呢 就是剛剛其實前面 前一場顧問也有講到 他們鼓勵的高雄企業去參展嘛 得獎 能見度可以曝光 那通常在這個環節裡面 我們之前看到廠商的問題 第一個是什麼 侵害別人的權利 你可能會嚇一跳想說 這些都是我自己原創的啊 但是其實在法律上不是說 你只要自己想出來的東西 這就要叫做你的東西喔 就是其實如果別人已經有 搶先註冊這些權利的話 原則上你就有可能會 踏到別人的權利喔 所以這是第一塊 那第二塊其實剛剛 其實前面的幾位講者也都有講到 我們在做通路布局 甚至找經銷代理商的時候 下一步可能會遇到什麼狀況 我能見度越來越高了 開始當地出現了什麼 搶住 我不曉得大家知不知道就是 專利蟑螂啊 商標蟑螂這個詞 很多人大點頭 我想那大家應該也是 就算沒通過應該也是知道這個狀況 那再來是第三塊 那我覺得第三塊其實也是連結到 剛剛不管是第一講 第二講甚至第三講 一直強調的一個概念 品牌一致性的宣傳 一致性的傳達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講的不是只有品牌 而是還有法律的概念 為什麼呢 因為今天有時候你在品牌的合作 甚至是你的使用頻率 越來越高的時候 你除了你的品牌形象以外 你的商標的一致性也很重要 那這我們等一下後面也會去講 因為在國際上 其實有看到非常多的案例 雖然它品牌打得非常好 非常的紅 可是最後出現一個什麼狀況 最後那個品牌失去了 它商標本身的識別性 最後沒有辦法用商標去保護它 所以這也是品牌淡化裡面 其實我想相對的是一個危機 雖然我們台灣廠商 目前可能比較少會接觸到 那第一個就是 我目前講的都是公開案例 因為我們有一些可能廠商的一些 比較機密的內容 所以我們就不會在這邊公開 那這個已經公開的案例 這個是在做那個 呼吸治療系的廠商 那它遇到的狀況就是 它早期也是代工 那後來它發現其實利潤越來越低 你鴻海市場很難打 所以它就開始講說 那我要推我自己的品牌 那才一推之後 馬上就被告了 而且是國際大廠 就是這家澳洲在美國的大廠 Rezband馬上就告了 那當然最後 他們糾纏了非常久之後 是用和解金解決啦 那大家就會知道一件事情 其實你光是餐展被卡住 你連展品都沒有辦法上架 甚至你所有的運貨啊 那些費用什麼 你全部就要自行吸收 所以這是一塊就是品牌的侵權 那除了餐展以外 我想在座女士也蠻多 所以我們就來分享一下 LV這個案子 那這個案子 我不曉得 大家知不知道台灣這個 IKIKI 在一家 它之前除了出鞋以外 也有出包包 那它後來就出了一款包包 是像水波紋的 其實就是類似像這樣子的長相 那結果出了沒多久 LV就來告他了 而且還告成功了 要判賠 那他們的員工就喊冤啊 就說 欸 為什麼啊 我們又沒有使用你的LOGO 有沒有用LV啊 我是打我自己 IKIKI的品牌有什麼問題 原因就在這個水波紋 LV的這個水波紋本身 這個圖像喔 這個水波紋的圖像 是有申請商標的 而且是有拿到註冊權利的 那所以很多人就非常驚訝了 原來其實品牌有這麼多細節啊 就是不是只有所謂的LOGO 不是有所謂的圖騰而已喔 那再來就是 甚至我們其實除了商標 前面的專利 那著作權會不會有狀況 我想如果在做高品業的廠商 應該就會很熟悉這個 因為那時候鬧很大 就是姜有波的那個案子 怎麼回事呢 他幫伊薩貝爾做那個洗餅的設計 那他們就想說 就是要傳達一些比較 然後中國特色就用了金魚的這個概念 那一用了之後呢 就有一個那個南台科大的學生就說 欸你抄襲我的東西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當然我想自由新鎮啦 右邊是這個學生的設計圖稿 左邊是成果的設計 那當然有人會說 其實他好像 左邊的成果設計好像瘦了一點 好像沒有這麼彎 但是基本上我們在判斷 所謂的親不親全的時候 他是用整體近似去看 他不是說今天要長得 一模模一樣樣才算喔 那所以其實這邊也是去提醒廠商說 其實我相信我們蠻多 廠商在做品牌設計的時候 多半是委外啦 我們不太可能有這麼多的人才 那在委外的過程裡面 其實要去防範所謂的不親全 這件事情相對就是重要的 那到底怎麼做 其實也會有很多廠商問啊 我根本沒有辦法去查 我也不可能有這麼多力 就是時間甚至去盯著他 那至少我們在合約裡面的簽約 跟控管器 就會變得非常重要 還有就是風險責任的轉嫁 簡單來講 白話來講就是 至少可能要一個條款 你們在委外設計的時候 要有不親全的保證 就是簡單來說 你今天委外的時候 你要要求他 要做到不親全的保證 然後如果真的有發生任何的訴訟 基本上應該由他來做 這些相關的賠償的責任喔 好 那我們看完第一個品牌 親全之後 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 我不曉得大家最近有沒有注意 因為就是New Balance的鞋子 又紅回來了之後 又發生了很大的戰爭 從去年開始在炒 那大家都知道 美國的New Balance的鞋子 它很久就一直在市場上 也賣得非常好 那到底出了什麼狀況 大家就開玩笑說 怎麼正攻在大陸就變成了小三了 大家覺得很怪啊 那原因就是被搶住了 那原因是什麼 因為他們早期進去之後 他們其實那時候 只有申請了New Balance 這個英文名字 跟所謂的這個N 他們對於中文的名字 然後怎麼翻譯 其實那時候還沒有這麼的明確 所以他們其實沒有去註冊的 那當地聰明的人 當然就是幫他們生產的廠商 當然就會抓到這個時間嘛 那就去做了這樣的註冊 那所以其實這邊也呼應了 剛剛其實前面講的在講的 品牌要在地化 法規要不要在地化 也要 尤其是在中國大陸 或是東南亞 現在新南向 我們其實看到蠻多的 不管是泰國 越南 其實也都有出現這樣的狀況 就是 我後面也會分享一個 是越南的廠商喔 那再來這個是我想 耳熟能像 如果是果粉的話 可能就知道 這個是史上目前為止 天價買回商標的一個經典案例 而且這個是公開的資訊喔 就是那時候一樣 iPad其實他們被搶住 就Apple的iPad這個商標被搶住 最後花了6000萬美元買回來 大家想說好像很好賺 但我想這就是品牌價值啦 但當然你可以說 它是不是可以更名 你會看到其實大陸 我不曉得大家知道50蘭 這個飲料 在大陸叫一點點 那原因也是因為被搶住 那我覺得那當然是不同的品牌策略 你可以是用更名的方式 你可以用圖像 你可以用顏色的設計 所以你看到當地的一點點 其實它還是用黃色藍色的一個 識別形象 對 那我覺得那就是不同的策略去思考 那這個就是我剛剛說的 就是搶住的狀況 就是在越南也是 就是我們以往想像中的都是 在大陸才會有被搶住 應該還好 但是現在配合著新南向政策 其實我們看到不少廠商 在東南亞遇到這個狀況 而且東南亞的法規的不明確性更高 所以我們會出現一個狀況是 你寧願提早去做佈局 也不要之後拿不回來 好 那最後就是剛剛提到的說 那第三大塊是什麼問題 品牌越來越知名之後 我為什麼會害怕 其實美國是最早開始有這樣的狀況 就是大家知道阿斯批林以前 我先問好了 大家覺得阿斯批林是什麼 對 頭痛藥嘛 好 那它以前是一個商標 大家想說怎麼會 現在廣告不是也都說 不含阿斯批林嗎 但阿斯批林以前其實是一個商標 那一樣其實 你說為什麼它越知名越可怕 就是當你在傳達跟使用這個品牌 商標的時候 如果不一致就有可能會出現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好 那我們看一下 其實有沒有其他的除了阿斯批林以外 那海洛因這場合不適合講啦 好 那我們看一下電伏梯或是溜溜球 甚至是大家現在耳熟能講的 就是一般的英文拉鍊它也是商標哦 那為什麼會失去商標權 就是我們在傳達跟使用的過程裡面 你沒有把它當商標再使用了 簡單來講你不斷地去搶達它的過程裡面 你讓消費者直接跟那個 通用名稱掛上等號了 比如說你都說要買 你頭痛要吃阿斯批林 所以接下來大家就會覺得 吃阿斯批林就是吃頭痛藥的意思 那你應該要講說你頭痛應該買阿斯批林品牌的頭痛藥 對 就是這所以在我們這個推廣過程裡面 其實也都會去強調說 在品牌識別形象裡面 其實這塊也是相對重要的 那所以最後我們就簡單看說 剛剛講的三大風險 我們有什麼樣的策略 那我舉Apple的例子是 我一直覺得這個例子是非常的有趣 大家知道Apple痛過嘛 我們剛剛講說6000萬美元買回來 它害怕了 那它的極致已經到什麼程度 它不只是各個類別 像我們剛剛前面講Muji 其實也有講到說會多角化經營嘛 就從生活用品到餐廳 那Apple一樣嘛 它也是各個類別開始去做申請以外 它的極致是 它後來甚至不用自己的名義去申請 因為它怕競爭對手就提前去查它 然後就可以去仿冒它 去抄它的產品 那甚至是最誇張的是 他們之前就在講 因為那個商標其實有國際申請的概念 所以它第一個國家就再也不在美國申請了 大家猜它們會在哪裡申請 落後國家 他們在也要買家 原因是什麼 因為當地沒有線上的檢索系統 所以競爭對手根本查不到 我們那時候也問過說 那如果真的要去當地查怎麼查 你專人飛過去 填申請表才可以查 那我想競爭對手是沒有辦法這樣做的啦 因為它也不知道還有在什麼國家 所以我覺得這是還蠻有趣的 就讓大家知道 那像Google也是有這樣的策略 它就是在唐家去做申請 那再來另一個 就是我們剛剛前面去呼應到說 就是大家在講Brain Guideline這件事情 Brain Guideline絕對是重要的 但是下一步應該做的是 你要把你的Trainmark Guideline也加進去 就是品牌識別是重要的 但是在品牌使用過程裡面 你的那個商標到底要怎麼樣去呈現它 避免它被淡化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非常非常知名 在美國非常早期就很知名的案例 大家可以讀一下這個內容啦 Zerox是它的品牌 然後它就專門做事務機的 那早期幾乎它是獨佔的狀況 所以出現了一個什麼情況呢 而且美國人其實習慣很喜歡就講簡稱嘛 所以最後他們就講說 我要去Copy東西的時候 他們把Copy跟Zerox變成等號了 就有點像我們現在說的Google 就是檢索的概念這樣子 那所以後來他們就做了一系列的那個活動 因為他們希望不要讓這個權力給那個稀釋掉 所以他們就做了這件事 他們那個非常有名的標語就是這樣 他就說如果你今天啊 用我這個Zerox的這個商標的方式 就跟用使用阿斯坪的方式一樣 那我就真的頭痛了 好 那所以後來你會看到 他們其實出了非常多的這種Trainmark Guideline 那最後我知道時間到了 所以我就簡單講一下說 所以其實基本上策略其實就是三大面向 也剛好呼應我們剛剛前面的 一個就是你要怎麼樣避免踩到別人的地雷 其實檢索跟分析是非常基本而且重要的 尤其是我覺得商標的檢索相對是比較簡單的 那再來是第二塊喔 就是完善保護這件事情 我想剛剛前面顧問講了 國別是一件事情 那再來是多角化經營 大家不要想說商標我申請一個就是代表我全部保護喔 商標你在台灣申請你在大陸在其他國家沒有申請就是沒有保護喔 而且你申請一個類別不代表你其他類別都保護 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喔 那再來最後當然就是維護管理 我覺得在Brain Guideline跟Trainmark Guideline以外 其實經銷代理的控管 還有授權的管理這件事也是相對重要的喔 那我們今天其實是有帶了幾本那個商標的使用指引給 就是如果有興趣的人等一下可以會後來做一些參考這樣子 那就是今天到這邊 謝謝大家